同学,我们来看到三支耳平面向量的内积 内积的应用非常广泛 它可以来求两向量的夹角 两直线的胶角 也可以求三角形的面积 还有某些函数的极值 那向量来处理很多几何问题的重要工具 这内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来,向量的夹角与内积 首先向量的夹角我们先来看 两个非零向量 A向量和B向量 如果两个向量起始点不在同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把其中一个向量平移 使得它们的起始点是重合的 以这个为例 那我要让它们起始点从而B向量移到A向量的起始点 B向量移过来让两个起始点一样 那这个θ就是它们的夹角 夹角有一个规范 是介于零度跟180度之间 那这一个θ就是A向量和B向量的夹角 那A向量跟B向量如果方向相同的话 夹角是零度 方向相反的话 夹角是180度 那求两向量夹角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这两个向量的起始点 起始点 起始点 从何 再做判断 来 例如三角形ABC 是一个正三角形 我们如果要算AB向量跟AC向量的夹角 这个很简单 因为它们的起始点都是A点 所以直接看 夹角就知道了 60度 如果要算AB向量跟BC向量就不然了 因为AB向量跟BC向量起始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 把它们两个向量平移 经过一个向量平移 让它们两个的起始点会一样 再来看夹角 所以AB向量跟BC向量 它们的夹角就是120度 那再来向量的内积 我们内积是源于一个力对物体所做的功 一个力它的向量是F向量 那平移的向量是S向量 那我们施力F向量 物体位于S向量 那它们的夹角如果是θ的话 F与S这个向量 夹θ角我们在物理学当中 我们知道F对这一个物体所做的功 物体所对这一个所做的功 就是沿着位移方向的力 的分力 这个分力跟位移相乘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是沿着位移方向的分力 它的位移 乘起来之后 经过调换 因为这几个数字 这几个是数字 乘起来可以互相的交换 那我们就可以说功是力 与位移两向量的一个内积 功是力与位移两个向量的一个内积 在这里功是一个存量 那存量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 好 接着我们来做一个 这里 假设A向量跟B向量为平面上两个非0向量 假角是θ的话 那这两个内积我们就定义为 在这边我们要定义内积就是一点 那你不能说老师内积可以打差吗 打差是另外一个符号叫做外积 所以这里A向量与B向量的内积 就是A向量的绝对值 乘上B向量的绝对值 乘以他们假角的cos值 好 两向量的长度 乘起来再乘以他们假角 余弦的成积 那例题一 我们直接要算 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 它给你的这些的长度 就是4乘更号2乘上cos45度 就是更号2分之1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好 那接着 如图所示 A跟B 它的AB两个向量 AB两个向量的内积 在这边我们AB两个向量 其实点不一样 我们平移之后 就知道他们假角不是60度 而是120度 再用向量的定义 2乘6乘上cos的120度 就是负2分之1 2乘3 所以答案就是负3 那这个可以自己做 接着 我们的无底角翼的立体E 三角形ABC的边长 这样子正三角形 求ABAC的向量 很简单的 假角是60度 没问题 1乘1乘以cos的60度 就是2分之1这样乘出来 再来AB向量跟BC向量 AB向量和BC向量 他们假角可不是60度 他们的假角是120度 所以他们的内积 就是1乘1 就是1乘1 cos120度等于负2分之1 最后就是答案 那习题第三个题目 要算AC AD AE AF 在AB向量内积结果 何者最大 其实我们可以想 这个比方说是我们刚刚的那个位移 对不对 AC AD AE AF 表示四个 立的向量 那你会去想 那你会去想他们的工谁做的最大 是不是他们投影下去的那一个向量 长度最长 因为他们都要乘以AB向量的长度 所以你可以看看他们投影下来的 这里的长度最长的是AE'这一个 就是AE投影下来的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看 AC跟AB两向量的内积 就是AC'向量绝对值乘AB向量绝对值 以此类推 好 哪一个的长度 投影下来的 那一个向量长度绝对值最大的 是多少呢 是哪一个 是AE 所以这个是最大 哪一个最小呢 是AC'这一个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AC' DOCT内积 AB'这两个向量 是最小 AE这个向量 跟AB这个向量的内积是最大 这个结果嘛 最大 这个结果嘛 最小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比较内积的大小 一样这个立体二 P等于 VC向量 跟VA向量的内积 Q等于VC向量 跟VG向量 R等于VC向量 跟CA向量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它是一个等腰 等腰三角形 AB的长度 等于AZ的长度 D是VC的终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既然等腰 两个腰是AVAC 所以这一个 终点这里 可以知道 AD 是不是垂直VC 这样子就可以知道 VC向量 跟VA向量的 内积 就相当于VD 乘上VC 对不对 VC向量 跟VG向量 的内积 也是相当于VC 这个长度 乘上VD 再来呢 VC向量 跟CA向量 你看看 VC向量 那CA向量 他们如果把这个V C向量 平移到 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夹角 是一个顿角 所以R 一定是小于0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 从中知道 他们这样子的话 AD是不是垂直VC 接着这几个向量 第一个没问题 第二个 第三个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一个地方 结果是不是一个 cos的顿角 是负的 所以最后 我们可以知道 它这一个的数字 P等于Q 大于R P等于Q 大于R 好 接着再来 如此这般 我们要算 这几个向量 跟AB向量的内积 结局是怎么样 通通都是一样 我们再注意到 AB向量跟 AA向量跟B向量 这两个的内积 并不是 这两个向量相乘 是他们的长度乘起来 再乘以夹角的cos值 就是夹角的余闲值 它算出来是一个时数 而不是向量 再来 如果A向量 B向量都用坐标表示法 假如A向量 跟B向量 分别是上面所述 那他们的内积就是 他们的X分量相乘 Y分量相乘 比方说 这个是两个非0向量 那他们夹角是θ 如我们所示 那我们现在 BA向量 是不是相当于 OA向量-OV向量 就是这两个 那接着 余闲定理可以知道 这个BA这一段的长度等于 这一段 OA的平方加OV的平方 减掉两倍OA跟OV长度 再乘以他们夹角的cos值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看 我们基本上的定义 我们基本上的定义 就是 这一个东西 会等于 A向量跟B向量 的一个内积 对不对 那所有的剩下的 只有是长度 长度我们应该都会吧 像以这一个 就是 这一个的绝对值 那 OA的平方 就是A向量的绝对值 平方 OB 线段的平方 就是B向量 绝对值的平方 那我们这样子做出来 再把这些做一个仪向 把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就是 A向量 跟B向量的内积 对不对 好 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当然 A向量或B向量 有一个是0向量的话 也会成立 这边就把重点再讲一遍 我们已知道 两向量的内积与长度 可以求出两向量的夹角 用cos去算 比方说 夹角是θ 那cosθ就相当于 两向量的内积当分值 他们的绝对值 乘积当分母 那以第一个题目来看 有内积的定义 这里是不是 x分量乘起来 加上y分量乘起来 就是负根号3 那他们的夹角 就是负根号3 再除以A绝对值 A向量绝对值 跟B向量绝对值 就是负二分子根号3 那θ 就是150度 接着这随堂练习一样 可以用算的 那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提算出来 那 无底讲义的立体3 类体2 这里 我们要算 AD向量 AH向量内积 BG向量 跟BE向量的内积 首先你先看这几个 我稍微用比较小的 AB等于4 BC等于3 那他们又夹一个 这三写漂亮一点 这里又夹一个90度 所以AC长度就是5 那你看看 这几个是沿着这个边场 做出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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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AD跟AH向量的内积 我们开始给它做标画 如果说 我先把它再擦掉一下 不然这边好丑 好 我们可以把它思考一下 这个A点当00 那这一条线当X轴 这一条线当Y轴 好 那你思考一下 A点00的话 H点这里是4 这里是3 所以H点的 横坐标就是负7 X坐标 那直坐标就是3 那D点的话 它这里是4 这里也是4 所以它的X坐标负4 Y坐标是负4 那AH向量就是 AH向量就是多少呢 AH向量就是这一个点坐标 再来AD向量就是 这一个点坐标 那把它们两个做一个内积 处理就是 负4 负4 跟负7 3合起来就是等于16 那第二个我们要算的是 BG跟B1 在这边你会发现 我们用谁当原始点呢 我们这里做的使用题目的技巧就是用共同的这个点 共同的合起来的10点 其实点当成原点 那第二小题一起有的是B 对不对 我们就用B为我们的原点 好 做标画 G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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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点 还有E点 这一个点 分别可以做出来 这个点是7 4 这是G 那E的这个点是4 负4 那它们的内积就是BG跟B1的内积 最后就是12 那内积是一个很重要重要的工具 它可以判断向量是否垂直 怎么说呢 如果两个非0向量 A向量跟B向量 它们两个向量如果互相垂直的话 就表示它们夹角的是90度 那cos 夹角的余弦值是0 所以这两个数字乘以一个0 就是等于0 对不对 这没话说 接着再来看 反之如果两个向量内积为0的话 这两个向量内积为0 我们可以推出它们的cos值等于0 所以它们夹角就是90度 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可以规定0向量跟任何向量 0向量跟任何向量都垂直 好 这边归纳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立题3 3E 3E 这个A点 那B点 再X等于-1 那我们题目是OA向量 O点是原点 OB向量 互相垂直 那我们可以开始来看 B点这个坐标 是不是它X坐标-1 Y坐标我不知道 所以我另外坐标是K 那用OB向量跟OA向量互相垂直 所以它们的内积为0 对不对 内积为0 它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K就可以变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B点的坐标就是-1 3 随堂练习也可以 只是随堂练习这个B点 我们可以把B点 定为多少 X等于K Y等于2 来看 对不对 就是OB向量 OA向量 OA向量就是A点坐标 OB向量就是B点坐标 它们内积为0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 一样 这边 我们 这个B点的坐标 自己来定 B点在Y等于-1 所以B点就等于X等于KY等于-1 那内积为0 我们就可以把K算出来 K算出来之后 B点的坐标就变出来 同样的道理 这一个OA向量 跟 我换个颜色 跟AB向量互相垂直 那OA向量多少呢 2-1 可是 AB向量并不是 OB向量 OB向量 所以我们就要再做一次动作 AB向量 我们令 B点的坐标是K0 那A点的坐标是 2-1 对不对 那 AB向量就是 K-2-1 AB向量 AB向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 K-2-1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OA向量 AB向量 内积 为0 互相垂直 所以K就可以做出来了 2分之1 最后B点的坐标就 2分之1 2分之5 K等于2分之5 B点坐标等于2分之5 0 现在有点晚 所以 温温的 内积的性值 我们可以 有交换 也有 系数乘 的时候 也可以交换 还有 加法 配内积 可以分配 自己跟自己 内积就是自己绝对值的平方 你看 内积有交换率 还有呢 内积和系数乘积的关系 再来呢 内积对加法有分配率 再来呢 自己跟自己的内积就是长度的平方 这个时长 这个时长使用 好 再来第四个题目 AB向量夹角60度 A向量绝对值是1 B向量绝对值是2 那OP向量等于 3倍的A向量加2倍的B向量 要算OP向量为和 OP向量的长度 不是OP向量为和 我们来看 OP向量的绝对值 OP向量的绝对值 它是不是已经 告诉 先给你OP向量的 的那个度量 是不是3倍A向量加2倍B向量 我们没有办法变OP向量的绝对值 我们先做个平方可以吧 是不是3倍的A向量加2倍B向量的平方 是不是自己跟自己做内积 自己和自己做内积 自己和自己做内积完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 整个展开 是不是9倍A向量平方加这样子 这个叫做分配率 那这里已经有了 这个有 有了 所以这些这两个都有 对不对 那这一个A向量B向量的内积 是相当于1乘以2 乘以多少 cos60度2分之1 就等于1嘛 所以我们把这些料都给它配进去之后 OP向量绝对值的平方等于9乘以1的平方 加上12乘以1加上4乘以2的平方 那最后算出37 孩子啊 37你如果算出来的话 不要高兴太早 因为这不是答案 37是OP向量绝对值的平方 所以OP向量的长度就是根号37 同样的道理 这个随堂练习可以自己做 那习题的第7个题目 C向量等于2倍的A向量加3倍的B向量 其中这样子 那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这一个2A向量加3B向量 自己跟自己内积 就是C向量绝对值的平方 好这个可以展开 展开之后 C向量绝对值的平方等于4倍A向量绝对值平方 加12倍的A向量B向量的绝对值 加9倍B向量绝对值的平方 那你把数字带进去之后 A向量B向量的内积 就可以把它反套出来 那AB向量两个向量的夹角 就是我们的cos的θ θ等于-3除以3乘2 除以6嘛 就-2分之1嘛 那θ就120度 那接着我们来看 无敌讲义的立体5 A向量绝对值等于2 B向量绝对值等于3 AB向量的夹角是60度 那我们要算这个的值 是把它先做一个展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是2倍A向量绝对值 这个东西是不是4倍的A向量B向量的内积 这个是不是2倍B向量的绝对值 画开画开画开 之后是不是可以变成我们觉得比较简化一点 再把这些有数字的通通都带进去 至于这一个向量跟向量的内积 就是2乘3cos60度1分之1 再乘以1分之1等于3 这全部通通都带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好接着类题一样 要算这个就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先算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 再来自己跟自己内积就是这个绝对值的平方 再把它展开再带进去 那最后2A向量-B向量就是4 2A向量-B向量的绝对值就是4开根号2 这个最后这一步 你算到这边不要太高兴 因为它问的是一次方 你算到这边是它平方的数字 再来第二小题 我要算它的夹角 一样我把这个东西的平方来试试看 是不是相当于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那展开之后 又变成我们要的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它内积 自己跟自己内积的平方就相当于长度的平方 2更号3就等于更号12的平方 再来这个有了 这个也有了 对不对 A绝对值等于多少 EB绝对 B向量绝对值等于2 反套回去 我们可以把AB向量的内积做出来 对不对 再算A向量等于1 B向量等于2分2的话 它们内积就1乘以2乘以cosθ 等于-1 那cosθ等于-2分之1 角度就是120度 好 5D-1D-6 我们要做这个东西的话 算U向量跟V向量的夹角 一样 我们令这一群东西 长度都是L 好 接着我们把它们 这个东西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自己跟自己 做一个内积 展开之后 如此 全部换成L 那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L L的平方等于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把他们的 你看这个跟这个消掉 对不对 那cosθ是不是等于-2分之1 那θ就是等于120度 好 接着一样 这给U向量绝对值等于2倍V向量绝对值 等于U-2V向量绝对值 一样 全部都等于L的话 再把它这一项 整个给它平方 自己跟自己向量的内积 展开 展开之后 用得到的U向量绝对值等于L 所以这个是L平方 2倍V向量等于L 这个东西也是L平方 再把这个带进去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4乘上U向量绝对值等于 多少呢 L V向量绝对值等于2分之L 不是2分之1 好 那等于L平方 这两个小量 这两个小量 再移向 再对除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cosθ等于2分之1 θ就等于60度 它这边是要算cos值 不用算角度 所以cos值等于2分之1 好 无敌讲义的立体器 接着这种形态 我们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条件 A向量加B向量加C向量等于0向量 好 第一个 我们把A向量加B向量加C向量等于0向量 这个做一个搓揉一下 是不是变成搓到A向量加C向量等于负的B向量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样子等于下自己跟自己内积 这一项自己跟自己内积 值是一样的 所以 直接就会有用到ABC向量的绝对值 就可以套出A向量C向量的内积 是不是这样子 好 B向量绝对值等于3 3的平方等于9 B向量绝对值等于3 3的平方等于9 再来 自己跟自己做内积 是不是可以展开 展开完之后 A向量跟C向量的内积就可以算出来 等于-2 那第二个题目 2A向量加B向量加3C向量的绝对值 我们因为A向量加B向量加C向量等于0向量 所以呢 我这个可以把它画成 A向量加B向量加C向量 再加上A向量加2C向量 因为ABC三个向量加起来等于0向量 就剩下这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 我们开始对于A向量加2C向量绝对值做平方看看 平方做完之后 平方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32开根号 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 接着类体一样 这个要算A向量B向量的内积 我们把A向量加B向量绝对值的平方来做 那做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A向量跟B向量的内积套算出来 那无敌讲义的段考实力题的第三题 有一个矩形长方形在L上做这两个垂直的点 叫做投影点 这个 它的其中一个矩形的一个顶点会在L上面 那AF等于多少 AF等于6 AE等于2 AC向量跟AF向量的内积 这一题 有点不好算 可是我们还是来算 另 这个角BAF等于θ BAF等于θ 那AC向量跟AF向量 会等于什么呢 AC向量跟AF向量 会等于AC就是AB 加上BC BC就是AD 所以这个AC向量 AC向量 AC向量 就相当于这两个向量相加 那再把它展开之后 AB AF AD AF 那AB向量跟AF向量的内积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一个投影下来这个长度 跟AF的长度 就这个就等于36 那AD向量跟AB AF向量的内积 就是这个多少 2 乘上6 再加一个负号 所以36 减掉12 就等于24 有点减掉 嗯 可以 有点减掉